虎乳脂这个好物静静地介绍给大家 是令我改善鼻敏感起码是70%以上 鼻敏感是少了那么多 甚至好像消失了 它的成分是天然 所以其实小朋友也可以吃 它是市面上浓度最高 品质最好的虎乳脂 可以帮助我们修复整个呼吸系统 令我们呼吸畅信 和可以增强我们肺部的功能 增强我们自己本身的免疫力 和可以对抗这个致敏源 Hi 大家好 我是Iko 和你们分享一件好物 就是这个虎乳脂 这个虎乳脂对肺部帮助 是远远超过其他的保健品 如果你有吸烟的习惯 或者常常吸入一些污脏的空气 肺炎 常常咳嗽 呼吸不畅瞬 有鼻敏感 皮肤敏感 还有有酵喘的人 最适合使用这个虎乳脂 为什么我这么推荐这个给大家 因为它里面含有50%的多糖体虎乳脂 甘草提取物 酸甘和卫生素脂 其中的虎乳脂是经过人工赔值的 是一个很严慌的监密和品质控制 确保最后的品质的稳定性 然后将它造成液体 令到我们的身体更加容易吸收 而酵喘的人其实是很适合用这个虎乳脂 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 修复到我们的整个呼吸系统 令到我们呼吸畅信 和可以增强到我们肺部的功能 增强到我们自己本身的免疫力 和可以对抗到这个致敏源 所以其实皮肤敏感的人都很合适 这个其实以我为例 我自己这个已经是我吃了是第三盒的了 这个我是亲身试过 我觉得好才推介给大家 因为我自己从小到大 是一个鼻敏感很严重的人 譬如可能那些车是很骚髒 整个环境很多层 或者我帮小狗梳毛 或者处于一个很骚髒的环境 多灰层的环境 我自己的鼻敏感就立即来了 不停在这儿伸鼻态又打嗤 然后眼睛又红 鼻子又红 是长期拿着包指甲不停伸伸伸伸的 这个其实我吃了三盒之后 我真的亲身试过 它是令我改善鼻敏感起码是70%以上 起码我对着我自己的自闻员 譬如没有公仔那些 我自己都发觉 为什么好像鼻敏感是少了那么多 甚至乎好像消失了 它的成分是天然 所以其实它的小朋友都可以吃 七岁以上的小朋友都可以吃 它的食用方法非常之简单 一天吃一包就够了 其实它这个六盒就做了一个了情 我现在吃了三盒了 所以其实我如果想 令我自己的鼻敏感可以好一点 皮肤敏感可以舒缓一点 我一定会再吃其他三盒 就可以强化到我整个人的免疫系统 可以增强到我的免疫力 而且我为什么这么推介给你呢 除了它们是经过人工赔值 确保品质是good才推出之外 而且它是市面上浓度最高 品质最好的虎鱼脂 其实这个虎鱼脂 在我儿子小时候 我也有煲汤给他喝的 我记得我儿子鼻敏感 经常咳咳和有夜咳 应该是肺的 肺功能差 所以晚上经常咳咳 然后看了很多医生 吃了很多青蛙糖 如果有心痛感受的妈妈是会知道的 然后就很徬徨 不可以长期吃西药 一定要靠一些中式的药线去帮他们 其中这个成分就是这个虎鱼脂 为什么我会长期可以吃它呢 吃下去味道是甘甜味的 入口是有点凉快的 比如呼吸系统不暢顺 老人家就会给薄荷膏你擦 它有点像薄荷那种感觉 让你整个呼吸系统很暢顺 它里面有甘草 还有酸甘 所以吃下去有主力都是这两种味道的 容易入口 酸酸甜甜 还有点凉凉的感觉 其实这个是否真的要长期吸烟 或者本身有鼻敏感 或者哮喘 常咳嗽的人都吃 其实不是的 它是一个补健产品 像我这样 常常说话多 我用很多口水 比如好像老师 或者空姐 因为有时空姐不止皮肤干 或者喉咙也很干 或者要见客的朋友 经常要对客 经常要说话 总之经常说话的人 其实喉咙很容易干 很容易确 可以吃这个 那你就可以润回自己的喉 那就不用喉沙了 我继续推荐小朋友 和老人家吃的 尤其是你小朋友 为什么咳嗽来咳嗽去 都好不回来 小朋友整天伴随着鼻敏感 已经清洁了整个家 已经没了致敏缘 已经觉得自己家很干净 还是咳嗽的话 可以让她试一下这个 尤其是我奶奶 她平时身体也挺健康的 不过她有很多痰 很多痰 所以我就介绍她吃 她大概吃了一盒 她自己觉得她睡觉是好了 而且呼吸是暢顺了 然后她的痰仔 如果跟我说 Aiko好像真的少了 她会觉得整个人精神 还有呼吸暢顺了 她有时逛街很容易喘气 因为始终她大年纪 费用量开始没那么好 她会觉得她走路的时候 也没那么气喘 虎与之这个好物 静静地介绍给大家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可以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开个小铃铛 还有follow我们的Facebook和IG 下次见 拜拜